黄色是很好的颜色 这个人他刚做完善事的时候 善气充满 他身体上会有一层白色干净的光 有黄光是什么呢 孝顺的人有黄光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人做好做坏都藏不住 静下来都会看到 对不对 那非常感动 我们各地的弟子众 同修善信 都庆祝 这个生座九周年的纪念 今天要在佛陀初转法轮日 这样吉祥的日子 大家做最后的修法 祈祷还有会共 然后最后一起总结来回向 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日子 佛陀以一大事因缘降生到娑婆世界 这五浊恶世中 那就是为了要来传承佛法 让众生能够破迷 归绝 都能够受持修学佛法 然后呢 证悟到涅槃的彼岸 那这个三转法轮 在大圣佛法 他有讲 就是有 讲到初转 二转 三转 度不同根气的众生 大圣讲的就是讲初转法轮 就是讲 就是度这个身问 圆觉 还有这个菩萨 那么在金刚圣的传承 它是说三转法轮 是就先传了小圣的佛法 所以是四圣地的苦极灭道 再来是传了大圣菩萨的佛法 就是四摄六度的菩萨道 那三转法轮 就是传了无上的密法 也甚至包括了 共与不共 极生成佛的法药 总而言之 三转法轮 对众生有极具 深层的重要的意义 佛陀的慈悲视线 众生才有一个光明的指引 才有一条光明大道 可以跟随佛陀的脚步 好像揭开 我们在六道轮回中的 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 有了佛法 一切才有希望 我们最近同修 大家都来庆祝上师生坐 实在这个佛法 就是无远佛界的传承 就是说 佛以异音而说法 众生 就是随他的因缘 各得体解了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 受持佛法 听闻佛法 都可以修学佛法 当然也可以成就佛道 但是呢 就是要以真诚心来受持 佛法它不是 调剂生活的一部分 你看有的人事业很繁忙 或者学生课业很繁忙 他为了调剂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不要过度紧张 可以疏压 所以他有时候是念念经 念念佛的 或者人失恋了 心情很差 到寺庙去礼佛 刚好遇到寺庙在做早课或晚课 那木骨城中一敲 心真是清净 对不对 清净归清净 等一下人家寺庙早晚课送完了 他一转身 还不是要重回五欲六成的牢笼 所以自己要有出离心 知道佛法好 佛法清净 佛法是众生光明的指引 不要错过这个因缘 执欲这个因缘要想办法一修到底 不要让它过去调剂生活 如果你对佛法的信仰只是如此 你得到的利益就很少 解脱对你而言可能不是当生 这透露出一个讯息 你今生执欲佛法 可以好好地受持佛法修学佛法的因缘 已经很具足了 由正确的法教传承 由善知识 有清净如法的道场 由助缘道由道办 万事俱备之欠东风 东风就是你自己的真诚发心 有没有长远心 阴重心 觉得佛法垂手可得 觉得这个善缘具足啊 好像理所当然 当它去的时候你要再追求 就事不我余了 你不要以为今天可以这样子 走到佛门来这一步很简单的 你没有听过许多渴求佛法 追求佛法的人千辛万苦 想要受持正法那种求知而不可得的 无奈很惆怅痛苦啊 我自己以前年少的时候 求法的历程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当然还有比我更崎岖 他都没有办法受持正法因缘 没有办法执欲善之士 没有办法法源成熟的人 你看有多少人他来学佛 刚想发心 生重病了 刚想发心呢 谈恋爱怀孕啊 不是说谈恋爱怀孕是错误的事情 时间点来的不是很好啊 你会命就断掉了 你就修不下去了 所以自己可以执欲学佛修行的因缘 自己要多发心 甚至呢 要想办法增上这个因缘 不要这只是昙花一切 一个短暂的因缘就过去了